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有关拜登和习近平的见面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当中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实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后 到底对中美的关系有没有改变呢 对全世界的政治格局有没有改变呢 今天我们不妨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说拜登跟习近平见面 确实是拜登上台以来两年跟习近平第一次见面 那么这次见面对中美关系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改变的 改变在哪里呢 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各个领域的对话重启了 我们知道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可以说全面断绝了跟美国的对话 那么现在习近平跟拜登见面之后 应该说中美在很多领域的对话都重启了 比如说最明显的气候对话 我们知道应对气候变迁问题 是拜登以及民主党政府的命根子 靠这个话题 民主党可以获得很多政治资源 可以获得很多金钱资源 这些金钱资源又可能化成他们的政治资源 所以气候变迁问题对于民主党来说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是个命根子 拜登政府还任命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员 叫气候特使 这个人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克里 那么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美之间的对话全部中断了 所以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 克里恨恨的说 因为佩洛西访问台北 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气候对话 已经断绝了 现在好了 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聊完之后 克里又重新就业了 本身气候特使最大的功能 就是跟中国之间的沟通 所以克里现在又可以有事情可做了 气候对话的恢复 应该说是这是习近平跟拜登见面 美中关系的一个改变 最起码美中之间可以有话可以聊 但是在气候问题上 你说美中之间能够达成什么样很大的共识 能够让美国满意 这个我过去早就讲过我个人观点 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 而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 恰恰就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威胁到美国的贸易规则 所以在这点上 我不觉得美中之间对话之后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充其量中国可能做一些承诺 但是我不觉得这些承诺会能够兑现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 就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 我相信恢复了 虽然说两个人在公开的信息当中 没有特别讲到美中的军事对话 但是我们知道当美中关系对立的时候 美国军方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彻底断绝 美国军方的高级将领曾经告诉媒体说 他说他们在打军事热线跟中国的军方 高级将领联系的时候 他们只听到铃声 没有人接电话 那么这种情况 美国为什么会担忧呢 因为当两个国家 特别是两个军事大国对峙的时候 非常担心出现一种双方都产生了误判 而这个军事热线军事对话 可以令到双方不至于误判 如果双方有一天真是打起来的话 这说明双方决定了开战 或者双方当中的某一方已经决定了开战了 这个不是误会 这是实实在在的 想打一场战争来改变某些事情 所以这个军事对话的恢复呢 最起码可以令到美中双方 不会因为这个出现这个误判 而导致军事冲突 其实在习近平跟拜登见面之前 美中还是有比较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说 拜登跟习近平会面之前 美中的军机曾经在台湾的外海上空 发生了这个三天的对峙 而动用的飞机的这个架势的比较多 据说美方出动了100架势 中方出动了300架势 所以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对峙 一旦双方产生误判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引致双方军事冲突 除了这个重要的军事对话之外呢 我想这个经济对话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说布林肯准备在明年一月访问中国 我相信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 总体还是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是布林肯可能会带一些相关的经济官员 为什么会经济对话中国比较重视呢 这当然跟中国的经济继续下滑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最近公布了10月份的指数 整体的经济活动全面的降温 特别是这个社会消费的总销售额意外的下降 那么这就令到外界对中国经济又产生了更加负面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零售额的下降 跟清零政策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清零政策令到很多大城市被封锁 特别像上海广州这种城市 这种大城市的民众消费力往往比较强 而这种城市一旦封锁的话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中国社会消费零售的总额的下降 清零政策给中国社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想这两天大家可有可能看到相关的新闻 比如说在广州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之前我就讲过 自从富士康的工人出逃之后 未来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民众 试图冲破封锁这样的势力 广州的民众冲破封锁的这个势力 可以说此起彼伏 那么这种情况一定会在未来 所有被封锁地区都会发生 现在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就是严格的抗议封锁措施 导致了民众的反抗越来越多 而有些地方尝试放松这个防疫措施 又令到民众十分的疑虑 为什么民众在这个严格封锁之下会反抗 等到放松了又会疑虑呢 很简单 因为长期的这种清零政策 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呢 我把它称之为新冠恐惧症候群 这些人面对开放啊 他们已经对这个新冠肺炎 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 所以你开放了之后 他也不愿意走出去 那么这种情况一定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出现的问题 中国政府内部也被迫做出来调整 比如说针对房地产的这个调控政策 最近出台了16条新的政策 这16条新的政策 就是推翻了过去严格对房地产的这个调控措施 习近平曾经讲过 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而这种限制措施呢 就迅速令到房地产市场降温 降温就导致了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就断裂了 好了 现在政府又一改过去的政策 又推出了所谓的16条措施 这个16条措施推出来之后啊 很多人就说 哎呀 中国的房地产终于有救了 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16条推出之后 表面上房地产的市场火热了 但是火热在哪里呢 它只火热体现在股市上 很多房地产的这个公司上市的股份啊 价值有所上升 但是房地产的销售会不会上升呢 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事情 那么这些因素都令到中国今年的GDP的目标要增长5.5% 我个人觉得很难实现了 所以中国如何要救经济 在清零政策之下成了一大难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谈 中国想什么呢 中国当然想从美国身上获得经济利益 让中国可以摆脱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 那么中国想在美国身上得到什么呢 我想第一条就是针对中国进出口货品的关税要下降 因为当川普提升了中国的这个进口到美国的货品关税的时候啊 中国的出口业 中国的加工业 中国的制造业就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而拜登上台之后呢 对中国又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封锁措施 或者是制裁措施 那么令到中国的经济就更加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 现在美国会不会降低关税呢 之前这个话题我们聊过了 降关税不是拜登想降就降的 拜登确实想降关税 因为这里边呢 也涉及到他的利益 所以拜登讲了很多次 要考虑降低某一些中国货品的关税 但是这个某一些到目前还没有落实 最起码拜登政府内阁当中 主管关税的官员戴琪 对这个拜登的看法就很不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 哪怕是美中双方恢复了这个对话 但是我觉得降低中国货品关税这个事情 在近期依然不会发生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过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跟习近平见面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改变吗 中美关系发生什么改变吗 中国对美国的需求 重点是在经济上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 都对中国推出了很多限制封锁制裁的措施 我们要讲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美中在经济方面有没有可能再次合作 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采取这些措施 当然大背景是因为中国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但是其实美国对中国所释出的这些措施 是指责中国这里没做到 那里没做到 这里没有达到标准 那里没有达到标准 那么换句话来说 中国如果想在美国身上获得一些经济利益 中国可以按照美国的要求 这也做到那也做到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说美中双方现在虽然在这个经贸话题上 在这个很多领域上都恢复了对话 但是这个对话要获得成果 我想第一不容易 第二肯定不是这一两年就能够达成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依然会受到 美国一系列措施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今年还会出现更加严峻的局面 那么美国需要中国做什么呢 很简单 比如说不要威胁台海的安全 不要在南海军事化 要对这个新疆的种族问题正面回应 要对香港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等等 都要正面回应国际社会 按照国际社会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做 中国肯定不会答应美国的要求的 所以美中双方虽然说对话了 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 拜登跟习近平见面 能够真正改变美中关系什么 那么对世界的格局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昨天我们节目里边 我说了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达成共识 把这个拉夫罗夫气得进了医院 其实这并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我们看拉夫罗夫在这个印尼确实进了医院 然后呢 在这个G20还没有结束 拉夫罗夫就离开了这个会议 接着呢 俄罗斯就对基辅发动了一轮导弹攻击 最新的消息说 俄罗斯的导弹打到了这个波兰的境内 造成了两个人的死亡 目前这个消息 还没有更多的这个后续 那么如果俄罗斯的导弹打到波兰的境内 波兰政府会如何反应呢 波兰的反应又会如何牵动 北约的反应呢 这我们还有待观察 但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这个G20会议上的表现呢 让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对话确实令到俄罗斯不爽 那么这个不爽 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相应的措施来作为一个回应呢 俄罗斯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除了节节败退之外 在国际上他也越来越不利 比如说联合国大会做出了决议 俄罗斯要对这个俄乌战争所造成的这个损失 进行这个战争赔偿 战争赔偿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是一场入侵 俄罗斯要为这场入侵战争负上责任 如果是俄罗斯要负上经济责任的话 那么俄罗斯的领导人要不要负上政治责任呢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这是一个侵略战争 如果联合国大会已经决议 要俄罗斯做出战争赔偿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是追究战犯 谁是战犯 普京肯定是头号战犯 所以啊 中美两国领导人见面达成的这个有关 针对俄乌战争当中核武器使用的这个共识 对俄罗斯肯定是个刺激 在俄罗斯看来 中国在这方面很明显没有兑现 中国所说的这个合作上不封顶这样的目标 俄罗斯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回应 这个回应有可能是在俄乌战场上 真是采取一些极端的这个手法 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的导弹落到了波兰境内 这就是一个十分十分危险的信号 如果波兰做出强烈反应的话 北约也必须要跟着波兰做出强烈反应 波兰是北约国家 北约的条文里面明文规定了 北约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某国的攻击 就视同于某国对整个北约的攻击 那么换句话来说 俄乌战争就有可能扩大成为欧洲的大战 那么这跟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 使用战术核武器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俄罗斯今后对波兰 对周边的国家做什么 这也是一个有可能引致 这场战争扩大的一个原因 而普京看到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 如果中国跟美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中国会不会在今后 在这个俄乌战争的立场上 慢慢开始撤出对俄罗斯的支持 这会令到俄罗斯更加快的陷于溃败 所以普京一定会对此做出一定的反应 反观乌克兰呢 乌克兰除了在战场上不断获得胜利之外 泽连斯基这次也以视讯的方式参加了这个G20的峰会 那并且呢 他在讲话当中啊 他根本不承认有什么G20 他说的是G19 直接就把俄罗斯给开除了 泽连斯基这种态度啊 除了表明他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之外 这还折射到他对这个和谈条件的这个恒定 美国多次说 关于这个俄乌之间的和谈 一定要有这个乌克兰代表才能成事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美国的中情局局长 跟这个俄罗斯情报局的局长 两个人有个秘密会面 这个秘密会面呢 本来不想被外界所知道 因为会面地点在土耳其 土耳其在美俄之间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 但是呢 这个信息被透露了 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总统府发言怎么说呢 他说他既不否认也不证实 这种这个外交辞令啊 就等于证实了 美国的中情局长 跟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确实见面了 于是媒体猜测 两个人是不是为俄乌之间的这个和谈 创造条件 或者是定下一些和谈的一些条款 美国坚决否认 因为如果美国代表乌克兰跟俄罗斯 做一个和谈条件的这个恒定的话 这说明美国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 但是我相信 中情局局长跟俄罗斯情报局局长 两个人会谈 会涉及很多问题 比如说俄罗斯如果在战场上使用这个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的后果是什么 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然后呢 美国惜不希望俄罗斯跟乌克兰和谈 和谈的话 以什么标准 泽连斯基目前非常强硬 一定要把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所有领土 全部归还乌克兰 才是成为一个和谈的基本条件 关于这一点呢 我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讲过了 这个条件等于是把俄罗斯总统普京送上绝路 所以俄罗斯肯定不会答应的 所以接下来俄乌战争 应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 还是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都对这个战场的形势啊 非常的谨慎 这种谨慎呢 恰恰说明了 北约以及乌克兰有信心 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那么再有呢 就是有关北朝鲜的核问题 这个昨天我们讲过了 美国现在态度跟过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就是北朝鲜的核问题 你中国爱管就管 不爱管我来管 中国接下来如何面对这个核问题呢 反而成了一个烫手的山域 如果中国继续援助北朝鲜 北朝鲜今后真是再进行这个核实验 或者导弹实验的话 北朝鲜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在北朝鲜看来 中国接下来对他的援助 就等于把它推上绝路 所以这会令到这个中朝关系 有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 我想这是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 见面对国际社会的目前的局面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但是正如今天美国之音所说的 中国的一切事情 包括从战争到和平 都是习近平一个人所定的 所以接下来局势的变化 还要看习近平对国际局势 对美中关系如何判断 我们才会有更加进一步的观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